告诉大家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北京天津已经开始出现了五大怪象 并且的话已经快速的蔓延开了 这些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 大家好,我是小猪,我在湖北武汉 今天呢没事干来到这个江边来这边来玩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前段时间 我在北京天津那边出差所看到的一些这个现象 这些现象都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比较成功的人士 对不对 他有个什么风吹动静 他必须马上做出这个决断 绝不会拖泥带水的 可是我们普通人做事就没有那么果断了 拖泥带水很厉害对不对 毕竟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的 所以说有了这些这个诸多的原因 现在才出现了好多的怪象 在这的话也是提醒大家早知道早做防范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怪象 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空房太多了 特别是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里面 一旦呢是有的这个人家呢 还有很多的空置的房子 好多高档小区入住率并不高啊 因为上次我去北京那边去出差的时候啊 给我一个同事去他们小区里面 结果晚上去的啊 晚上很多他们一动一动的 好多都没有开灯 当时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们这边 晚上为什么这么多人没开灯 结果我的同事说 他们那个小区入住率不高啊 入住率不到30% 我说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这么多碰房子 他说我说之前北京这边不是人很多 房子很紧张吗 他说那这是就是很好的一个市中心的位置 他稍微像这个三环边四环这边的话 都是入住率不高啊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还有这么这么多人到去北京打病年轻人 都去住地下室呢 甚至有的人居住桥洞下面呢 因为他们呢实在是没有钱 这个做房子 因为小区里面也贵 这就是真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第二个怪象就是 我真的路边走的时候 发现了街边呢 那个药店特别的多啊 不管是天津 包括这个北京那边药店特别的多啊 这不仅仅是在北京天津呢 这样的情况 我感觉深圳那边 包括武汉这边也是路边 现在开药店的特别的多 以前一条街可能一两家 现在一条街可能有五六家药店 包括我们小区这边呢 开了五六家药店 想想可能就是人们生活节奏太快了 压力也太大了 并且在北京天津那边打拼的都是年轻人越来越多 想着有一天就会出门 出人头地 所以说他们每天就是忘了农历的 就是拼命农历工作 长期休息不好 就会导致身体出现各领的不适 但是也没有时间了 去医院看病 自好凑合去药店买点吃吃 所以说这药店就越来越多 第三个就是湿地店呢 好呢 就是经营的不太好 有的可能就关门的 对不对 但是网上各种的店商确实 说实话就是玩得非常的滑 抢走了湿地店 很多的声音 所以说想开湿地店人一定要三自二后勤 第四个就是高学历 低就业 有好多高等学历的人 从事着学历 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 比如说好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工作 他们去送外卖 送快递 还有一些研究生毕业的 在家的给小学生当了家教 这也都是知识的一种浪费 第五就是人运之间的冷漠了 有些人可能就是对身边的人和事 漠不关心 对不对 可能就是之前的话 可能我们走路上看到一个大爷 可能从那边摔倒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去扶 但是现在可能一些大爷摔倒之后 我们就不敢 为什么呢 生怕被讹到了 因为这种现象也是有 特别是有一些 以前那些老人 对不对 可能算不道德 就造成了这个现象 对不对 这些怪象啊 这也就是我在北京田径去之后 出来之后看到一些怪象啊 一定要引进我们来注意 我们大家来注意 也避免这些事情 在我们身边发生